一個在台灣的香港人涉嫌委託偵探社跟蹤偷拍 學生動員召集人中漢林等 港人在台灣的行程遷遣返回香港 涉事港人李賓豪早早被移民處人員押送到機場強制驅逐出境 報導說他在台灣工作 去年一月受到委託僱用台灣一間偵探社 跟蹤偷拍中漢林等三個香港青年在台灣的行程 上片轉交文匯報等刊登 李賓豪早在今年4月因為被解僱而失去居留許可 當局說他的行為沒有違法不予起訴 但違反居留目的和廣告條例等規定 又說案件明顯利用台灣的自由民主進行滲透傷害人權 行為不能夠認同